楊渡其實甚至王小坡 現在這些所謂馬英九的智隆 其實他們過去都是研究台灣死的 其實很多人做白色恐怖 楊渡應該很清楚 國民黨那時候怎麼去破壞台灣人 可是我覺得楊渡或是蘇英明這些人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變成馬英九現在的官的時候 你這個部分就忽略掉了 楊渡自己的調查也講過了 四年期間他做的調查是死了七八千人 所以憲哥委就是說 他說那都大人多千萬歲 四個 四個 對 這是本省人 所以謝志偉說那一天就死了五六人 這個是楊渡自己研究 楊渡做這個研究 你現在變成馬英九的重要幕僚 結果馬英九現在還覺得說 國民黨在談歷史 民進黨在談歷史 我覺得民進黨的問題 其實剛才聽了楊金海 或盧先生的說法以後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歷史講的不夠多 過去青年都不講歷史 所以你現在在開始談的時候 人家覺得說你是選舉 民進黨應該學德國 或學一些東歐國家 你建一個真相館 把所有過去這些事情 譬如楊先生講很多人行求他 這些人一定還活著 他們身體搞不好比楊先生還健康 那這些人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還在政府裡面 我覺得這個部分都沒有人追究 除了政府的檔案要徹查以外 其實國民黨 我不知道國民黨海工會 到底有多少資料是 他知道職業學生 以前有這些學生 我們台灣的黑名堂 有多少人有家歸不得 甚至回來後 破壞 破壞 謀殺 是誰人去做藥壁 誰人去做保護 這其實是要追究的 這七年來我對民進黨的不換 除了從徐老師說 你沒有把他嫁給這個正義 現出來以外 跟破壞這些人 一個就沒抓到 一個就沒抓到 對 馬英雄想要把這個 用這個年代來把它切開 這跟我馬英雄無關 甚至楊杜 蘇貞民說都跟我無關 不過國民黨那些老的 跟這都不要無關 怕你苦水滴又加出來 你說這是德政概念 該出概念 因為國民黨這種作為 跟你苦水滴無關嗎 你不用為這個負擔嗎 裏法不用為這個負擔嗎 現在都切開了 老的是老的 不然他們說那些老的 我倒閉就好了 不用說去追究這個 民進黨這政七年 剛才你如果聽 有情況他們前進 他們這樣公喚 台灣這個獨立 台灣要走這條路 不是說很平順的 沒有人犧牲的 讓你坐在台上做總統 讓你們都要在這政 為什麼對這些人 這點我告代就都沒有告代 就是說我賠償 保暢 這樣就好了 是 老實說 我們以前做常 那個手草 草裡面有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都要靜芬 才靠下去補充 所以靜芬也有芬滾 芬滾是硬的 類似竹子你知道嗎 手草的時候 都可以炒到什麼 炒到精柄 那個很重 很痛 聽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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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叫芬 我們說實在話 楊先生是十幾 用薑堵下去 到現在芬要在的 但是楊先生 死刑好跟他拖延十二年 雖然行囑 但是我告訴大家 比楊先生更嚴重的多少人 請大家看 這是一個人權報告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檢表 是這年那一年 對一九四七年 到一九九二年 白色恐怖 改嚴 改嚴 造成這麼多 這不是一個名字是一個 這很多是 我隨便給大家看 台大師萬學院等四六學運案 325人被捕 19人被槍決 這個數字高大 高雄市公委會案 7人死刑 38人5到10年 拖延就是幾人死刑 幾人拖延 你說 這國民黨的德政 對 這樣說得著德政 今天是什麼樣的態度 像楊真海這種 臺灣的優秀的人 是應該去用關於十二年 應該這樣放行的 像這種特殊台 老百老百財財財那麼大 是應該去用關於五年嗎 出來四十六歲嗎 應該是這樣嗎 這會有很德政嗎 所以等一下 我們要再來這個討論 我們先休息一間廣告 臺灣的馬雲 二十六七年 二十六八年 來吧 拍攝 五十九十七年 來吧 一零三八年 冷衡 二十八年 一起去 二十三年 一十八年